特區政府呼籲,必須堅持,謹記洗手,但不斷走 今天的拱固期再現熟後 特區政府開放澳門的海灘 被居民進行活動 不能下水游泳 但可以是海灘 黑沙海灘 現在都看到了 其實遊人是非常多的事 在一個拱固期的情況下 都亦沒有帶好口罩 有大量的遊人來保持距離 黑沙海灘 黑沙海灘也不錯 早前來黑沙海灘的公園 在這個拱固期延長的放寬街的情況下 我們進去看看 進來黑沙海灘公園 管理員叔叔說 進來的公園可以做散步 但裏面的設施不可使用 之前的花海灘公園 可能已經採摘了 還有一些花海灘公園 我們來遠遠看到 公園裏面的設施 是遺鬆了 即是不可使用 進來這個公園 僅僅是為了走散步 我們都看到 我們都看到 這個公園 眉遠可以看到 馬祖像的背面 走到黑沙海灘公園 旁邊最入口 旁邊有一些燒烤爐 可以在這裡燒烤和野餐 旁邊有一棵這樣的樹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這些 結出來的果是什麼 是大樹菠蘿來的 有趣 去到那個燒烤區外面 我個人覺得 就沒有燒烤的人 既然那個範圍 既然那個範圍 就是散步 你做這些事情都不行 所以我想應該是 純粹在這裡逛逛 只要看一看 這個地方 現在暫停開放 我印象中 有一段時間 以前 這裡 建了這些設施 是被人 在這裡做一些露營 的用途 就是一個露營區 去放螢幕 露營的帳幕 露營的帳幕 但是呢 就是沙海灘的露營場地 其實是要租用的 有些相關的資料 如果有些遊客 或者居民 想過來這裡做露營 其實有個設施 可以在 小房間 也有的 今天那個海灘呢 不能夠落肥也好 但是呢 很多人都寧願在海灘裡休息 散步 或者 滑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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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在海灘裡休息